設計的時候發現有同學的手機是Apple的部分 那怎麼辦,我這邊教過一個方法 你可以從雲丹白板App設計裡面 然後去安裝模擬器 我找了一下,這邊你可以從模擬器 我後來試了一下網路上都蠻推薦這個 叫夜神模擬器的 這個名稱聽起來有點怪怪的 夜神,好像有點夜神模擬器 真的嗎,就用這個 然後這個模擬器很妙一點 當然它不是只能夠用來做那個就是 對,玩遊戲可以,真的可以 但是我們主要是拿它來開發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 但是它下載它檔案其實還蠻大的 所以可能要一點時間 那這個模擬器的話 也就是說真的可以在你電腦上面產生一個虛擬的一支手機 所以即便你沒有這個Google手機的話沒關係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模擬器 然後並且把我們那個APK 這個把它試一下 把那個APK把它裝在這裡面 那你就可以運用它了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還蠻不錯的一個方案 那安裝其實也蠻簡單的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就選擇安裝下載 然後就OK了 裝好之後的話,但是還是有一個問題 它必須要有登錄帳號 所以也是需要有一個Google帳號 所以雖然你沒有Google手機啦 但是至少你要有Google帳號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執行到裡面去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第一個當然你要登錄你的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到它的這個APP Inventer的官網 然後點擊 那你可以看到上個禮拜的這個專案可以列出來 那如果這邊有列出來 那上個禮拜是DOG01嘛 安裝完成了,那麼快 OK,有沒有,它這邊會顯示 然後它這邊的話就會幫你打開 等於現在就開機狀態 那這個夜神模擬器 不是只可以拿來寫APP用 其實它裡面真的可以玩遊戲 因為我看那個YouTube很多都介紹這個 他們用這個來玩遊戲 好處就是說因為 這什麼,跳過 所以你上面其實是真的可以搜尋遊戲的 只是說你可能要登錄帳號 然後可以真的拿這個來用 那我是覺得因為像現在手機 可能還是太小了,畫面太小了 如果說你不想你眼睛那麼不舒服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來代替你的手機 OK,不過還是要登錄帳號 那我們上個星期的部分 這個是,我找一下 我們上個星期的,我的專案 所以你上個星期的部分 你實際上可以找到你的專案 然後把它點擊 它就可以開得起來 像這個是一隻狗叫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它執行到模擬器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怎樣,把它下載 先打包成APK對不對 然後把它下載 下載執行的話 因為我們有裝這個模擬器 所以它會直接就把APK丟到模擬器裡面 幫你安裝起來 我覺得這還蠻方便的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這個 在我們雲端上面有這個連結 你可以看到這個 然後官網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這個APP Inventor 把它打包APK 它就會顯示出 download這個APK 而且可以掃描 如果你要放在你手機上 你可以掃這個QR Code 如果你要把它放在模擬器的話 那你就是什麼 直接下載這一個 然後下載完之後的話 很簡單 下載的地方 這邊就會有一個什麼 Dog01.apk 你把它點擊下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夜神 它就會自動把它裝進來了 而且 我剛剛好像還沒有登錄我的Google帳號 所以好像不用登錄Google帳號 也一樣可以把那個APK放進來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模擬器 跟我們要設計這個APP 兩邊其實是完全可以match的 當然你要登錄的話 你還可以再去什麼 Google Play商店去下載 甚至可以把它拿來當 一個遊戲機來玩都沒問題 這樣好處就是眼睛比較不會疲勞 因為我看 現在小朋友好像都用這麼小的手機在玩 眼睛一定會很不OK的吧 我說我兒子 我女兒吧 他們這樣太小 我就覺得是不是 所以如果把它換那麼大 會不會眼睛好一點 會不會眼睛好一點 有啊 現在有電腦 但他們很奇怪就不喜歡玩電腦 Switch Switch 不知道 可能這個就是你們的世代吧 所以 好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 比如上個禮拜的東西 打開來這隻狗就出現了 還滿可愛的 有沒有 很萌的一隻狗 這狗叫什麼狗 這個狗叫什麼狗 太乾菜 蛤 蛤 蛤蛤蛤蛤 蛤蛤蛤 還滿可愛的 有點呆萌的感覺 有沒有 OK 那當然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有叫聲 OK 好 那當然我今天是希望說 因為上個星期 就放了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圖在這裡 然後按下去就這麼一個功能 其實感覺好像有點單薄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可以延伸 比如說呢 假設吧 我們延伸 比如說我今天我要做一個 一個什麼呢 多個圖 然後多個圖點下去會有多個效果 也就是說這邊要有個拼 那當然你要把它 這個圖放進去的話 我想你們上禮拜應該有試過吧 就是說如果你在放一隻貓 它只能放下面 它不能放右邊 也就是說它不能把它變成一個表格狀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表格狀的話 今天的練習主要就是這個 請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它變成 這邊把它放下 OK 好 那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 那第一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把它放多個 那怎麼放多個 首先第一個 這個寬跟高可能就不能自動了 不能填滿 比如說我這邊比例上 只能給30好了 按確定 那高的話呢可能也給30 OK 好 這麼小一個 但是如果旁邊又要一個的話 怎麼做 所以待會請各位 在這個Dog的上方 如果將來你要做一個排版的話 那請各位特別注意 今天的話我們主要是介紹這個 介面配置 也就是說呢 如果將來 你假如沒有用介面配置 你如果再放一個按鈕的話 比如說你只能放下面 你不能放在右邊 有沒有 放不過去 有沒有 你會發現右邊沒辦法放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放右邊 可以一直放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呢 這個所謂的介面配置 那它有水平的 有水平捲動 還有表格還有垂直 那什麼叫水平什麼叫垂直 比如說我想要一排放三個好了 那你可以怎麼做 一 你可以把它放水平的 然後放在哪裡呢 你把它放在你要放的這個 工作面板的上面 看 比如要放上面好了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就有一個樣板 裡面可以放我們要放的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會顯示出 你是水平幾個 垂直幾個 那我如果希望它這邊的話有 對齊方式的 對齊方式的 你要放靠左靠右 另外的話寬度跟高度 寬度的話呢 假如說我要什麼 我要讓它填滿整個好了 按確定 跟這一樣 應該是水 寬度好了 寬度填滿 有沒有 它整個填滿 那再來如果我要把它放按鈕進去 我們狗先放下面好了 我可以先放一個 那你會發現第二個 你可以再點擊這個按鈕有沒有 還可以再放第二個 有沒有發現 還可以放第三個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一排放三個了 OK 那如果你要再來做另外幾個的話 你可以再怎麼 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再切到介面 然後再放一個水平 有沒有 水平的話再把它放到這個下方 那一樣的方法 你就是點它 然後把它的什麼 寬度 設為填滿 然後按確定 OK 然後再放1、2、3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要做一個練習 什麼要練習 你可以從雲端上面 我這邊有放那個什麼 12生肖 12生肖裡面的話 總共有12張圖 剛好就是數到豬 那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 我們今天的練習主要是 剛才另外開一個 新的專題好了 所以 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開一個新的專題 專題名稱的話呢 就是生肖 12生肖練習 那12生肖有點像長這樣 就是 放12張圖進來 那首先的話呢 當然 第一個 我們要先開一個新的專題 專題名稱的話 因為生肖 生肖的英文 我查了一下 就是什麼 Rodia 這個蠻怪的 這個名稱 因為生肖 那不知道你們還有別的翻譯嗎 我好像查到是這一個 生肖 生肖好像有專有名詞 所以 如果假設 所以你們待會先開一個新專案 另一個新專案 就是先我的專案 或者直接新增專案 然後新增專案的話呢 名稱也許叫這個 你們可以查一下 因為如果你用 我本來想用中文 但是中文它這邊沒辦法 然後後面的話 也許你就加一下 看什麼 今天日期 2021 今天是11月 今天剛好是光棍節 OK 今天 是不是蠻適合購物的 OK 好 按確定 好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就把這個專案 把它開起來 那我們的目標 是希望 第一個請各位 先把那個 12生肖這些圖 先把它下載 那因為可能雲端上下載 會需要解壓縮 那解出來剛好12張圖 那你就把這12張圖怎麼樣 分別先上傳 所以上傳12張圖之後 把它這個 因為你必須要有素材 我後來發現 這個 有點麻煩的地方 它好像上傳 它沒辦法一次傳 這邊裡面還有一個文件 12生肖的文字 然後上傳的話 那你就選擇 我們的那個下載 下載這裡 然後12生肖 先把第一張放上 它好像沒辦法說一次 整個全部上傳 我本來試著想說 把這邊 一張一張把它先傳上 總共有12張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在利用剛剛講的 先在配置裡面 先放個水瓶的 水瓶放這邊 然後呢 把這個水瓶的 寬度填滿一下 並且在這邊 怎麼樣 先拉總共三個吧 一排看三個還是四個吧 四個好像太極了 我覺得三個成功 一個兩個 三個 然後一樣的方式 再放第二個 總共放四排吧 所以這樣的話呢 再來就是怎麼樣 再把那個 就是圖的部分把它配置一下 一個 然後這邊再把它 四個 五個 如果其實你沒有變寬 它好像放不進去 或你放這邊 所以你好像似乎一定要把 最好是把這個配置 有沒有 先把它填滿 不然如果沒有填滿 它這邊不出現 很難拉進來 這個差別可能在這裡 然後拉過來 然後就是 總共12個嘛 那12個的話 你再把第一個 這邊不是有1嗎 你就把這一張圖 這邊的什麼呢 它的名字 它的那個 這個點這一張 然後這邊有一個所謂的圖像 有沒有 然後就選擇第一個 然後按確定 但太大對不對 你可以再點 點它的這個寬度 寬度部分的話 也許可以設定為百分 比例大概設30 會太大 你可以調一下25或30 然後這邊高度也是一樣 比如把它改30 按確定 它怎麼移上去了 OK 這個可能再稍微調一下 反正就是盡可能的 把它全部通通調在一起 除了這個配置之外 另外其實還有一個配置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有另外一個配置方法 用表格 這個表格的話 就是說呢 它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直接就跟大家講說 你是幾列幾藍 列的話是縱向的 在這邊剛好跟以色尤顛倒 以色尤是橫向的 它剛好這邊可以給它三列 然後行的話剛好是三乘四 有沒有 這樣這個也可以喔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那這個三乘四的話 一樣喔 你可以把這個按鈕 放到這裡 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沒有 然後這個就放下面 這樣也可以啦 兩種方式都可以做排版 你們可以試試看 到底是用水平配置好呢 還是用表格配置好呢 其實都可以啦 這兩種我都有試過 其實兩個都可以 但是好像這裡表格 好像是比較OK一點點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話 就是請各位 也許把那個 這個 建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專案名稱的話 叫做Rodiac 然後呢 這個 下載那個 十二生效的十二張圖 那分別喔 給十二個按鈕 放在表格 或者水平配置裡面 然後就把那個圖 分別放到按鈕裡面 這個是第一個完成 那第二個完成 我們要做的是 當我按下某個按鈕的時候 它能夠有哪些反應 這樣未來其實可以 比如說可以 當然我們未來可以 跳另外一頁 也許跳到另外一頁 然後另外一頁可以再跳回來 其實感覺APP 有點像做網頁的感覺 其實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只是說 變成一個縮小版的網頁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喔